大家好 我叫朱立平 来自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 这次我给大家带来的题目叫 守护亚洲水塔 我们说亚洲水塔这个题目 首先我们要知道 什么是水塔 那么什么是亚洲水塔 青藏高原为什么称作亚洲水塔 大家都知道 我们喝的水都从管道里 到了千家万户 那么这个水 它不是从自然界里 一下就能到各个地方的 它有这样水塔一个装置 它汇聚了各地的水源 又通过压力和动力 送到千家万户 那么在自然界 我们的水来自大气降水 冰川融水 河湖蓄水 地下储水等等 那么这些水 我们要利用它 要使这些水到地球的各个地方 实际上也需要很多的渠道 来把它松缩过去 那么这些水之间 也是进行不断地交换 和循环的一个过程 那么这些水汽进入到高山 冷凌 然后通过重力作用 又流到了平原 流到了低地 所以高山在自然界里 就起到了一个水塔的功能 我们知道 青藏高原是一个地球上海拔最高 气候最寒冷的地方 那么水在这里 一方面有这样的固体 它形成了冰川 另外它在地下 结了冰 形成了多年冻土 更重要的是 地表的大大小小的滴地 那么积水成了湖泊 青藏高原原是我国 湖泊分布最集中的一个地区 当然这些冰川 湖泊那么也通过河流 输送到青藏高原的各个地方 甚至流出青藏高原 因此青藏高原 它本身就起到了一个 高山水塔的一个汇聚的功能 那么汇聚在这里的水 在青藏高原高耸的地势作用下 它流出了青藏高原 发育了亚洲的十条大江大河 我们的母亲河 长江黄河 还有东南亚的重要的一些河 包括南昌江 包括雅鲁藏姆江 还有中亚地区的阿姆和谢尔河等等 都是发源这个地区 那么这些河流 为从东南亚到南亚到中亚 提供了一个丰富的水资源 所以青藏高原 起到了在整个亚洲 起到了一个水源汇聚 又分发这个功能 所以我们称它为亚洲水塔 如果我们从高山流下的水 一个个的河流 或者一座的山体都成为水塔的话 那么全球水塔是非常众多的 这里我们为什么要单独提一下亚洲水塔 也就是说我们的亚洲水塔 为什么如此重要 那么这属于根据它的地形的分布 在全球的地形分布来谈起 从这张地形土上可以看出 在我们的欧亚大陆中部 那么一片褐色的这个土地 面积最大 它代表了海拔又高 这个很高的地势 就提到了刚才我说的一个重要的水塔的 一个汇聚供水功能 那么如果我们把分布在全球的许多的高山 划分成一个个水塔单元的话 那么全球可以分成78个水塔单元 那么在这其中青藏高原 占据了其中最重要的13个水塔单元 那么这里可以从这个颜色上可以看出 这里有一个最高的水供给指数 也有一个最大的水需求指数 那么也就是说 这种最高的水塔指数 就证明了它在全球水塔中的 非常重要的一个地位 那么来自青藏高原 或者来自亚洲水塔的这个河流 那么带来了源源不断的水资源 它补育了高山的森林草地 那么也给下游的绿洲农田带来了充沛的水分 那么补育了从东南亚到南亚 中亚西部的 那么十几亿甚至二十多亿人口 所以说青藏高原作为亚洲水塔 那么它从水资源供给的角度来讲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水塔所在 另一方面 青藏高原或者亚洲水塔 不仅为下游地区储供了充足的水资源 它也通过我们叫水分和热量的垂直交换 会影响更广泛地区的一个气候变化 那么从这张示意图上可以看到 青藏高原地势高耸 它地表的这种水分 还有一些热量可以垂直与大气进行交换 由于它海拔高 交换得更为强烈 那么从西到东带来的西风 又把这些水气吹到我们中国东部的平原地区 那么实际上来讲 跟我们的东南季风相遇 就会整个影响东部的降水格局 那么说到这个问题 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就是1997年 冬到1998年春 青藏高原的大面积雪 以1998年夏季 长江中下有洪涝的关系 那么在1997年冬 和1997年春 那么青藏高原下了一个非常大的雪 那么这些地表大面的积雪 就提高了太阳的反射率 使很把阳光很多反射回大去 也就是不能吸收热量 同时地表呢 有很多的这种积雪 有水气又比较强 那么到第二年的春夏天 地表的水气 在这个西风的作用下 吹到了我们中国的东部地区 那么在东部地区 在夏季 与来自南海的东南季风相遇 在长江中央有地区 就形成了大面积的降水 正常情况下 我们都知道 梅雨是在6月份 在长江中央发生 而华北地区 在8月份形成很多的降水 由于那年 整个青藏高原的水气非常大 西风在那里水气 那么阻挡了南海来的东南季风 使它的水气 不能到达我们华北地区 在长江中央就一直停留在那里 整个夏季长江中央有都是大雨连绵 洪涝不断 刚才我们讲了 亚洲水塔提供了重要的水资源 也影响了更大区域的一个气候变化 那么我们知道 全球目前一个气候非常变暖的一个过程 刚才我们提到了 亚洲水塔的冰川 和湖泊洞土 它也会随着气候变暖 发生各种各样的变化 那么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这些要素都出现了什么样的一些响应 那么这张图显示的是 青藏高原的气温升温率 和全球升温率的一个对比 那么这种亮黄色的是青藏高原的升温率 达到每十年0.44度 而全球每十年只有0.16度 可现青藏高原的升温率 是它的两倍以上 那么在这种非常超常的气候变暖 条件下青藏高原的地表 亚洲水塔的各种要素 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首先一个最壮的就是冰川 那么左边这张图是IPCC 也就是政府间气候变化合作组织 那么给了喜马拉雅地区冰川 退缩的一个趋势 那么可以看到 冰川在最近几十年 退缩非常强烈 这条蓝线是小冰川退缩的趋势 可以看到小冰川退缩的更为明显 一个预测说 那么未来的五六十年 一些小冰川可能就会消失 那么右边三张图 是我们三个时期 对西藏查与阿扎冰川 在同一个地点拍摄照片的对比 最上面是1933年 英国人拍摄的一个图片 中间是1976年 我们的老一辈西藏高原考察 队员拍摄的照片 2006年是我们的同事 在考察中拍摄照片 可以看到三个时期的对比 这个冰川退缩的非常非常之强烈 给大家一个非常直观的一个所见 那么青藏高原的冰川退缩 各地也是有一个非常不同的变化 那么从这张图上可以看出 红色的圆点是代表冰川退缩 圆点越大代表退缩越强 蓝点是代表冰川前进或稳定 也是圆点越大代表稳定越强 那么可以看到 在整个青藏高原的东南部 或者说南部 它的催促的非常强烈 而在中部催促的幅度减弱 而在西北部 冰川依然还在稳定 甚至部分冰川还在往前移动 说完了冰川 我们就说一下地下储水 最重要的一个装置 多年冻土 因为青藏高原 气候极为寒冷 那么地下水都冻结在土里 经过数万年的这种演化 就发育了 我们称为多年冻土的 这样一种地貌现象 多年冻土 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层 叫活动层 这个活动层是冬天冻结 夏天融化 这里面储藏了大量的地下冰 那么随着气候变暖 这个活动层的厚度是在加大的 那么里面的冰也是融化很多 那么大量的冻土层加厚 活动层加厚 和地下冰的融化 那么造成的土壤湿度非常大 所以整个青藏高原的土壤湿度 是在加大的一个情况 那么也就是说我们的地下储水量 是在增加的 我们谈了冰川和冻土 那么作为地表水 一个最重要的所在 是湖泊 那么青藏高原的湖泊 是我国面积最多的一个地方 占了我们全国湖泊面积的52%左右 那么这里的湖泊 经历了1999年以前退缩 1999年以后扩张的一个发展态势 那么从这张图上可以看出 蓝色的三角代表湖泊一个扩张 也是三角越大扩张越强 红色三角代表湖泊退缩 那么也是同理 它的大小代表了它的一个变化程度 可以看到在整个青藏高原的湖泊的变化中 它的中度和北部湖泊是扩张的更为强烈的 那么从时间来看 这种扩张主要发生在2000年到2005年 那么现在的湖泊依然在扩张 但是扩张的速度是在减化 经过我们利用摇杆卫星影像分析 和我们对八十几个湖泊的测量 和一家湖泊的一个繁衍 我们发现现代青藏高原的这些湖泊水量 增加了1026亿立方米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 这相当于三个三家水库蓄满水的一个水量 也就相当于40个密云水库蓄满水的流量 可以看到青藏高原的湖泊的水量变化是如此巨大 那么这张图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湖泊扩张的一个案例 那么左边这张图上可以看到不同的颜色 代表不同时期水面覆盖的一个面积 或者它的湖水到达的一个边界 那么浅蓝色是在1972年湖泊的覆盖的范围 深蓝色是2017年我们又考察得到的一个面积 可以看到从1972年到2017年 湖泊发生了如此的巨变 我们的研究分析发现 这个湖泊从1972年的1667平方公里 已经扩展到2017年的2389平方公里 扩展到722平方公里 而水量从308亿立方米 扩展到现在的558亿立方米 那么右边这张图上 清晰地给出了它的面积和水量 在整个40年的一个变化的增长的趋势 清淡高原的湖泊扩张 也对整个气候变化带来一定的影响 特别是湖泊水面积自家大 会增加它的我们叫水循环 增加了大气的含水量 这就如同每到夏季 当我们走到湖边 特别是大家都知道北京有个奥森公园 你走到水边就感到非常凉爽 实际上湖泊也是这样一个道理 大量的湖泊存在 会使大量的水气蒸发 降低了气温 当时蒸发进入大气的水气 也会形成一个降水 那么亚洲水塔的变化 也就刚才讲湖泊的变化 可能会影响降水 但是冰川湖泊冻土变化 都会带来一系列影响 那么这些影响到底究竟 表现在哪些方面 给大家举几个例子来说明 那么首先第一个 刚才我们讲的湖泊的增大 会代表降水 那么降水到底是增大了 还是减小了 通过我们在1960年到2018年的 青藏高原的降水变化分析 可以发现200年以后 青藏高原的降水一直在增加的 这也与我们2000年开始 湖泊的大量扩张 强烈扩张 非常吻合 那么降水的增加 温度的上升 就影响了流出青藏高原的河流 在整个青藏高原的西北部 虽然降水量变化不大 但是由于气温生长 增长比较厉害 冰川融化非常强烈 流入塔里木河的水 加的非常之大 所以目前塔里木河的水 由于90年代几乎断流 现在已经流量非常增大 已经对新疆的绿洲 有一个非常很好的促进作用 那么在我们的东部 流出青藏高原的河流 长江黄河 雅鲁藏姆江等 这个地方的上游的降水 依然在稳定 或者有略微增加 也保证了流出 青藏高原的江河的水资源 对下游有一个很好的保障 那么亚洲水塔的变化 不仅影响了气候 供给了水资源 也对区域的生态系统 具有明显的影响 这张图是我们1982年到2011年 那么表征植被生长条件的 我们叫植被规划指数 英文叫NDVI 那么来它的变化 它变率是代表 逐渐增加的一个趋势 可以看到随着气候的变暖变湿 那么青藏高原的植被 一直向好的方面来发展 那么从这张图上可以看出 随着NDVI植被的生长在增加以后 温度是在下降的 也就是说我们日益变好的植被 抑制了温度的上升 在某种程度上减少了全球变化的一个趋势 植被的上升不仅对温度影响 也对它的水循环 或者降水地下水的出水过程 有重要的影响 那么这张图是表示在三江沿地区 我们经过植被生态恢复 那么对气候和土壤持水量的一个改变 那么通过生态恢复以后 地下的净流减小 表明更多的水保留在土壤中 那么同时一部分进入大气的这种蒸腾的水分 又能够通过循环回到区域的降水 那么三江沿地区的降水略微增加 是跟我们的生态保护 是有一个很好的密切的关系 青藏高原 下注水塔 各个要素的变化 有很多的积极性影响 也就是我们的变暖变湿 尽管在全球来讲 可能变暖是有些负面的影响 在青藏高原变暖变湿 积极影响更多一些 但是是不是都是积极的影响呢 也不完全是 它的消极影响或者灾害效应 依然不能忽视 那么这张图 是我们对喜马拉雅山地区的冰湖 调查的一个结果 什么叫冰湖呢 就是冰川退缩以后 那么前面的洼地 积累了冰川的溶水 那么这些溶水 积从那里 如果前面的洼地的 它的自然性的堤坝 溃绝掉 那么这个冰湖的水就要溃绝 溃绝以后 就会流到下游 形成滑坡泥石流 对下游的生产生活设施 进行破坏 那么通过我们的研究 在143个冰湖中 有很高或高的这种 溃绝可能性的湖 占到了65% 所以气候变化对冰湖 规矩的影响是一个 起到一个推动的作用 所以我们对冰湖的灾害影响 是不能忽视 另一方面 随着冰川退缩 冰川不稳定性增强 那么降水再增加 使冰川表面更加不稳定 那么很多冰川发生断裂 然后整体滑塌下来 这个我们叫冰崩 那么冰崩又引起了 一系列的次生灾害 这是2016年 在西藏阿里阿辱地区 冰川冰崩 发生的一个影响 那么这个冰崩 冰崩体运移了十多公里 研磨了数个居民点 和很大片的草场 最后造成九人死亡 和数百头牲畜被研磨 2018年 在西藏的林芝 加拉村的斯敦普沟 也发生了一次冰崩 那么冰崩带来了 大量的碎屑物质 那么从这个枝沟 进入了雅鲁藏姆江的干流 进入干流以后 这个艳色体 把雅鲁藏姆阻断 索性的是 由于雅鲁藏姆江 水流量比较大 它自行把这个艳色体 后来冲开了 没有形成这样的艳色 堵江溃坝的一个事件 但是不管怎么样 这些冰崩的灾害 日益加剧 还是值得我们警惕 刚才我们谈到了 冰川退缩的一些影响 那么湖泊扩张 是不是都是带来的 降水增加的一个 积极一变呢 也不尽然 这张图片是我们显示的 在柯克西里地区 捉乃湖 它的湖面上升 溃绝 造成的一个灾害的影响 那么可以看到 捉乃湖的湖水上升以后 最后溢出了这种 河流的堤坝 那么进入下面的河流 因为大家都知道 河流形成以后 就会不断地 像源头这样寝湿 最后把整个的堤坝 寝石 冲垮掉 可以看到右边这张图 是把这整个湖水流出 那么最终流出了多少水呢 整个200多平安公里的水 三分之一的湖水 都已经泄出了 这些泄出的水 到了哪里呢 实际上来讲 它沿着一段串珠寸湖泊 先到了我们这边 比较大的 那个叫库塞湖 像一个鞋一样的那个 那么中间一个比较洼地 叫海丁诺尔湖 最终到达 我们靠近青藏铁路 公路那个地方 它叫沿湖的地方 那么目前 这个沿湖 有过去的40多平安公里 现在已经发展到 235平安公里 它的湖部的水面的边界 距青藏公路 已经不足7公里 那么相对的水位高差 已经不足1.5米 那么让我们的模型 来模拟 发现 如果我们这地方降水 依然维持在2019年 这个降水强度的话 那么在今年夏天 这个湖水就会漫出 这个分水岭 淹没青藏铁路和青藏公路 那么面对这种情况 我们提了一些建议 临时的措施 现在开挖了一条沟道 把一些水放出来 但是把水全部放光 又会影响 这地方的生态环境 长期的措施 目前依然没有什么 依然没有定论 这需要我们进一步 加大研究 为此 2019年秋冬 我们进行了 可可西里的考察 那么我们把这个地方 七个湖泊进了 详细的水量水质的调查 那么我们为什么选择在 秋冬季节进行考察呢 是因为我们在考察 需要带领船 需要带领钻井厅台 等等大型设备 需要卡车来运输 而这个地方是 多年冻土的核心所在 夏天是一片沼泽 根本不适合我们通行 那么如果到了更冷的 深冬季节 那么尽管土地已经冻上了 我们可以行车 但是湖泊冻上了 我们也不能进行湖泊的探测 所以我们只能选择在 秋冬的这个时间窗口 也就是我们的地已经冻上 可以行车 但水没有冻上 依然可以探测的这样一个季节 那么这次考察 给大家带来几个野外现场的照片 进行分享 那么这是我们到达第一个考察营地 我们在那里举行了一个 适时出发的仪式 那么整个的考察过程中 可以看到右上角这种图片 我们的车基本都是在 根本没有道路的河滩 高原面上来行走 最主要的困难是 我们时常时常遇到限车 整个35天里 我们遇到了大小限车 100多次 那么其中最严重的限车 就有10多次 这是其中最严重的一次限车 可以看到我们的一辆卡车 已经陷入这个水坑 那么经过两辆卡车 用了一个多小时 反复的拖扎 也没有救援成功 最后再是一个 这是在海拔5200米 零下15度 5级的大风条件下 那么我们的队员 又把6吨多的东西 可以看到满载的一个车 全部卸下来 然后把空车拽出来 然后又装上 这是一个十分艰苦的 一个人力劳动 那么不管怎么样 我们克服了这个困难 前后折腾了 近近7个小时 夜里3点钟 才到达我们的考察营地 那么在考察关中 顶峰冒雪的赶路 或者我们遇到了野生动物 绕行等等 是加长片片 特别需要我提到的是 我们的考察营地建好以后 经常会有野生动物 熊狼来骚扰 这是我们不得不开车 把他们驱离更远的地方 来保证我们考察队员的 营地的生命安 生活安全 这个深秋里开展多月 气候已经非常寒冷 那么湖浪打在身上 瞬间就形成了厚厚的开架 那么由于在湖泊考察 我们需要相对平静的一个天气 那么白天有时候 一连几天风高浪大 不适于我们考察的时候 我们只能在夜间来考察 这是我们在夜间准备出发 可以在星空中 我们的考察船出航的一个画面 那么所幸这35天的艰苦的考察 我们还是收获满满 我们进行了2300多平方公里 七个湖泊的测量 获得了四个湖浸的样品 那么整个考察工中 考察队员也是十分 大家非常和谐欢乐 甚至队员在海拔5200多米地方 还踢球来自于自乐 那么前面我们讲了 亚洲水塔的重要性 亚洲水塔对气候变化的强烈响应 及它产生的影响 那么我们知道气候变化仍然在继续 巴黎气候大会定于本世纪末 全球升温限制在两度之内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青藏高原的温度增加量会到四度 那么青藏高原的人类活动 还在缓慢地增加 在这种情况下 组成亚洲水塔的各个单元 冰川 湖泊 生态系统 种土等等 依然在发生强烈的变化 我们需要开展更多的这种考察工作 了解冰川的过去 把握它的现代 理解它的未来 我们需要开展更多的这种湖泊调查 来了解湖泊的水量复存 到底是多是少 未来如何变化 究竟如何影响气候 我们需要做生态系统的各种各样的调查 了解它的生物生态系统 对气候变化的响应 做各种各样的控制实验 看各种气候的实验 它的响应和反馈程度如何 那么我们需要利用卫星飞机 摇杆飞机和自动化地面监测系统 来进行从空中到天空到地面的一个立体性的考察 我们也希望部署一个密集化的野外战监测系统 通过我们长期的实际的数据监测 来更好地理解亚洲水塔未来如何变化 如何影响我们人类活动 那么我们刚才讲了亚洲水塔非常重要 那么是我们这个星球最重要的水塔 在气候变化的条件下 组成亚洲水塔各个要素 在发生各种各样的变化 也产生各种各样的影响 作为科学家的我们 那么进一步来开展研究 深入了解它的变化 合理利用来发挥它的功能 那么是我们非常责物旁贷的一个责任 那么我大学毕业进入研究生 就踏上了青藏高原 三十多年来一直在青藏高原的湖泊的大风大浪里 来开展我的科研人 做的我的科研人生 那么三十多年来也有许多许多感悟 在给大家介绍亚洲水塔 特别是跟湖泊相关的亚洲水塔这个体布时 那么我希望把我们自己考察队员 作词补取的这首歌献给大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krij 婊veer 婆子 录纳 AT 请se gее me 台队 Library 中文字幕志愿者 春起日照之 举车转黄鹿 左山架西岛 高过摇曳 天青水沾沾 云淡山土土 藏地年轻鱼 深山与浮土 如此多俊美 凡尘恩的独 如此多俊美 凡尘恩的独